Hello大家好 我们来到了釜山 现在这个地方是我们住的民宿 从这个民宿的位置可以看到釜山港 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 外面好像有点雾 所以说那个大桥看不清楚 这里是床 然后这里是沙发 电视 厨房 韩国的这个one room的设计 风格都是比较统一的 在首尔也好 还是在釜山也好 或者是在其他地方也好 这种房间的设计 基本上都是一毛一样 我给你放 那可以了我吃完 20 我去这么多 好了朋友们 我们现在准备好了 要出发了 去看一看釜山的景点 你走吧 走吧 走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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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来到了釜山的甘川文化村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建筑的造型 颜色都非常的亮 五彩线艳的 有很多的韩剧啊 像之前朴旭郡跟金智元演的那个叫 三流之路 他们就是在这儿拍的 看上去是不是有点特别的浪漫的那种感觉 你在做什么 我在做什么 我在做 在这儿 在这儿 我也在 在干川文化村第二信息中心 哦 这个小村子也算是伊沙 傍海 那边就是大海 但是估计可能也是因为新冠的原因 现在即使是周六也没什么人 我们俩最近去到每一个景点 其实都没什么人的 如果说在新冠发生之前的话 这边的人估计应该是人挤人的感觉 世界很漂亮 世界很漂亮 有时候有时候 有时候有时候有时候 看我 哇 这个特别的 嗯 你背面也不太太 那你背着吗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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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但是明显能够感觉到 釜山这边的山哈 比首尔的山还要高 还要抖 更要翘一点 就搞不明白他们住在这里的话 会不会比较辛苦的 我们上来的那公交车就像是 绕了山路十八湾一样 这边的小路可以上到顶上去 OK我们去看一下吧 据说那个台阶有148个 看一看 爬上去到底有多累 走 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台阶 像天梯一样 一直通到最顶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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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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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 看一看 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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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 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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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一看 一看 七看 一看 进行 好像 远我去 eth 咦 我们重远拿来 好恐怖 虽然这里看着很漂亮 但是如果真的住在这里的话 真的生活很不方便 这附近住的又都是老人 他们上山下山得多累啊 看一下这个台阶 看一下 你同样有个意思 我们现在要回去 哎呀 这个路好难走 我们现在来到了釜山的唐人街 这个唐人街就在釜山站的对面啊 走走走走走 但是这边的唐人街有很多的中亚人在这里 基本上是属于中国人跟中亚人 对半分的那种那种情况 现在 嗯 现在 啊 时间 嗯 比较漂亮 哦 我们刚才过去了 童华圈 哎呀 釜山华侨中学 然后这里有三国志的地画啊 你看 拱卓 乌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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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很多这种 中亚的餐厅啊 这就是手机 这条街看上去其实还是蛮有氛围的 到处都挂着红灯了 然后我们决定去一家中亚的餐厅吃饭 旨在这里 嗯 你好 您好 您好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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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高了 然后我们选一份 这是我吃了吗 我吃了 这是什么 中国的这是 大盐 这个 嗯 这个是好吃 这 这个?这个一张 是两股。 但是倴之鸡。 其实这是什么的中亚餐餐廳。 我对的是新疆餐餐廳的风格差不多。 对! 你 biết没有过100%的食物。 什么? 中午饭 这是中午的中午饭 我吃了很多 好吃吗? 嗯 我可以拍照片吗? 我可以拍照 超好吃 好了 我拍照片如何? 嗯 一块我比较好 你当我给你做的食物吧 你那一块我给你做的一块比较比较好 嗯 我对了 那一块不是 那一块有中国有的 那我说的 你来说比较好吃吗? 好 这是室尤的鸟 就是一个鸟 这是一块鸟 就是一块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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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块鸟 要是有机会能在韩国吃到新疆菜就好了 这个大的羊肉串也出来了 刚刚我看到它 里面后厨的人先是用手把这个肉串 上面的渣渣一点点揪出来 然后看揪出来之后他们拿毛巾把肉串砸了一下 如果不看到的话还好 看到之后心里就有点疙瘩 那个毛巾它特别的脏 不干不减吃了没饼 来一口 好吃吗 好吃 好吃 我本来想说来这样的餐厅应该会跟我们国内的新疆餐厅味道差不多 这个真的好咸 但是这一个三十 一串三十块钱如果不吃的话感觉又好亏 这顿饭踩了一个大雷啊 还花了人民币240块钱 好了朋友们我们釜山行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次再见吧拜拜 拜拜